灯火辉煌 牡丹花和祥云图案 簇拥着写有春字的大红灯笼 与悬挂在四周的中国节交相辉映 烘托出欢乐祥和的节日气氛 上午时时 欢快的乐曲声响起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 步入会场 全场响起热烈掌声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在团拜会上讲话 他代表党中央国务院 向全国各族人民拜年 向港澳同胞 台湾同胞 海外侨胞拜年 向节日期间仍坚守岗位的劳动者 致以诚挚的问候 李克强说 春节是中国人心中 分量最重的传统节日 浓浓的年味 凝聚着中华民族最珍视的情感 天涯之远 隔不断游子心底最温暖的牵挂 回家团圆 孝老祈福 浓缩着无尽的骨肉亲情 和家国情怀 李克强指出 过去一年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 坚强领导下 我国改革发展的巨轮破浪前行 在全球经济低迷的激流漩涡中 保持了中高速增长 叙事增能 要尽心竭力解决好 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现实问题 突出问题 蒿尾瓦 这一身 诶 这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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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在这 这 这 这就 北京 要售美国人 sendo dar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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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文艺工作者表演了精彩节目